的话 前后都还是要给他一个单引号 OK 这个很容易错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因为很多东西 一下什么又单引号 一下又双引号 没有办法 因为文字形态 它其实理论上应该自创 它文字的话应该是双引号 可是双引号已经被用掉了 所以用掉它就权宜的办法 就是用单引号了 OK 这个是它的一个变通方法 OK 那如果像有些书里面刚好颠倒 如果它外面是用单引号 因为拍成是两个都可以 两个都可以就麻烦了 变成说如果外面用单引号 那你里面就变成双引号 这个是一个规则 请各位就是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这个如果知道OK的话 以后再写这些程式 就比较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写程式最怕就是发生问题 那我当然 大家应该也都最讨厌 就是看到发生错误了 所以要尽量避免错误的方法 就是把规则 还有把一些可能错误的避开 其实也跟一般做人的道理一样 就是趋吉避凶 凡事业路就不要走 业路走多了你总会 对不对 反正只要做 或者是说你平常 就是循规蹈矩 应该也不太需要 也不太会犯什么错吧 跟写程式一样 OK 所以尽量把这些可能的状况都掌握的话 写起程式来 其实就会是一个很愉快的经验 所以其实我倒还蛮喜欢这种 coding的工作 哪怕我不需要coding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coding OK 所以为什么 因为其实就是一种享受 很快的可以把一件事情做完 对别人来说是很困难的 可是对你来说确实很简单的话 那你就凸显你的价值 所以一个人会有价值 简单讲起来就是把别人认为很麻烦 很复杂的事情 在你来看是相当简单的 那你就是很霸气 对不对 所以要怎么做到 这不容易 看起来好像其实 所以那种已经见过大风大浪的人 你会发现他 他在他身上就是充容 就是淡定 对不对 完全不会有那种 匆匆忙忙啊 或者是说好像 很鲁莽 很就是 就是感觉就是很 充容不破 不过那种境界 要能够达到还真的不容易 OK OK 应该有看过这样的人吧 凡事都非常的充充容容 OK 做起事来 就是 有条不问 OK 写程师也是一样 我发现有些工程师就是 感觉就是很跳动 跳来跳去的 如果你是这样子的工程师 感觉好像还是要先把它定下来再说 否则的话你有时候会浪费太多时间 就是在很浮躁的情况之下 太浮动了 OK 所以先要第一件 我觉得程师要写得好 第一件事就是先把你的心 心先定下来再说吧 如果你心没有定下来 你要程师写得好 其实就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你要感觉就是有点无头苍蝇 不知道各位知道无头苍蝇 这个意思吧 就是到处撞 OK 宁可就是你先放下 或者你刚才做别的事情回来看 好像问题就解决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 好 再来的话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刚查询 查询什么 我如果今天希望针对什么 针对会员资料做几种查询 包含就是说请输入编号 我就要查49号那个人的资料 Enter 他自动帮我带出来 OK 或者第二种就是说 我要根据关键字查询 比如说这里面有没有姓李的 李小姐或李先生 有没有 你请你把那个李 姓李的 帮我带出来 有三个 OK 这应该知道意思吧 我想各位应该都有学过资料库 然后日期的话 比如说他生日是介于什么 介于哪个range 那range的话 当然就between end 如果seekho if 所以哪一个日期开始 假如说我要是什么 这里面有没有90后 90后应该是 1990 1月1号 到今天为止 是不是 90后应该是指的是 对不对 到今天为止 2019 今天是4月 二十几 二十几 二十六的吗 二十七 二十六的吗 二十六的吗 OK 所以好 是不是这意思啊 90后是指的是 90年以后出生的吗 是吗 OK enter一下 居然没有 所以这里面没有 应该有80后的 显示 1980的1月1号 然后到2019的4月26 enter 80后的就帮我列出来 哎 几乎差不多快 没有 2号不是 4号6号 就有穿插 其他当然你也可以针对什么 针对血型去查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编号比较简单 那查询关键的地方就在哪里的 就在这里 再会有刚刚的地方 会有那因为编号在A栏 所以会有A 这一栏 如果等于哪一个编号 所以上面就是再增加一个input 请输入编号就可以 OK 那我们就把这个编号输入进去之后的话 那他就可以帮我把那个编号查出来 那第二个的话查姓名关键字 请输入姓名关键字 那最关键的地方在这里 什么 会有B栏 特别注意 比对方式如果是文字的话 关键字应该知道吧 用那个like OK like之后的话 那后面如果说比如说刚刚姓李的 那就单引号嘛 对放在这边 然后李的话就是直接打在里面 但是前后记得用那个万用字元 那万用字元在那个sicle line里面 它是用person 所以person person 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因为是关键用变数的方式 放x 所以这个x的话记得一样把这个v把它换掉 换掉记得双印号两个移到中间 加加加两个移到中间再一个x就可以了 这样子基本上就完工了 所以写出来看起来好像很复杂 但实际上只要记得它是文字 所以前后单引号 因为它要万用字元 所以前后是person 那中间要串一个变数 所以x放在中间 就大功告成了 当然未来你也可以 这个应该有学过吧 OK 所以只是 再把它复习一下吧 因为 未来工作太多地方都会用到类似的语法 如果你c后熟 等于你工作很多事情就几乎熟一半 OK 那再来的话我们最后就是日期 日期部分的话就是 x是开始日期 y的话是结束日期 那一样其实你可以把日期在python里 在sqlite里面它是把它当文字看待 所以我们一个文字 里面的话是开始 但是语法就是between 哪一个日期 哪一个起始 所以我19801月1号放进来 and到今天为止 这个中间的会员帮我带出来 所以特别的关键字就是between and between哪一个 and哪一个 那就可以把刚刚的那个 之间日期给找出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会员资料部分做 三种的这个查询方式 OK 然后如果你觉得产生三个 三个module太麻烦的话 也许是不是你也可以写一个判断 如果输入1是找编号 输入2是找姓名关键字 输入3是找那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会员的生日 区间range OK 或者是输入4的话是找什么 找那个血型 当然他就选1 2 3 4 如果查完之后就帮他列出来 甚至最好是查完之后呢 你也可以直接帮他存一个档算 存write出去 直接就帮他opt成一个 什么呢 CSV 直接可以让他在eSale里面开启 这样就方便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好